第664集 这倒不是说中文书牙刺必报 而是在舞者的世界里 本来就是这么弱肉强食 这里除了一些超级城市之外 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法律约束 杀人越货太普遍 强者对弱者根本不需要讲道理 实力强拳头大就是硬道理 所以如果一个没有背景的小角色 意外得到大笔财富 来拍卖会上耀武扬威 那完全是作死的行为 一百七十亿还有更高的价格吗 在拍卖台上 香香公主娇笑着说道 目光在中文书和诸多界王圣地的 年轻俊杰上来回扫过 也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刷新价格 不得不说呀 香香公主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仿佛会说话 其中蕴含了万种的风情 让人一不留神就仿佛要陷进去 中文书冷哼了一声 竟然直接坐在位子上 冷声说道 小姑娘 不用为了你那一点提成费用 就用眼神机我 你再漂亮对我也没用 一百七十亿算什么 别说一百七十亿 如果本少高兴了 就算一千七百亿 本少也出得起 不过 本少今天来的目标 是为了大千世界丹 懒得跟这些坐在下面的小老鼠计较 这九窍灵精让给你又如何 中文书说话声音底气十足 清晰传遍全场 这语气仿佛这九窍灵精不是林明拍下的 而是他施舍给林明的 而且那一句坐在下边的小老鼠 也几乎是鄙视了所有普通家族出身的年轻俊杰 这让他们顿时心中恼怒 可却没法反驳 中文书他们惹不起 妈的 他以为他什么东西啊 书还书得这么牛逼 江宇骂骂咧咧的说道 搞得好像失手我们似的 清楚情况的知道他这是竞拍书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赢了呢 林明不以为意说道 这人性格高傲 口无遮拦 做事无所顾忌 即便输了 也要告诉别人不是自己实力不行 而是不屑于竞争 有些大势里出身的天才 天生就有种优越感 高傲一些 正常 至于香香公主 看着中文书 这俏脸可没有丝毫的尴尬之色 按理说他作为拍卖师 会拿到提成这众所周知 可真被中文书这么肆无忌惮当众说出来 而且言语中大有鄙视的意思 还是非常难堪的 不过香香公主 只是因人一笑道 中公子说的 小女子可记住了 那拍卖几件压轴物品的时候 希望能看到中公子大现身手的一幕啊 如果再没有人出嫁 我可倒计时了哦 香香公主这样说着 林明倒有些意外之色 这女孩不简单啊 面对中文书的讥讽如此淡定 看来外界盛传的拥有直追圣武府三杰的天赋 也很有可能啊 一百七十亿第一次 香香公主不紧不慢的说着 一直到倒计时结束 也没人再出嫁 恭喜这位客人得到酒窍临京 香香公主向林明展颜一笑 而林明周围的年轻俊杰 看林明的目光 可充满了复杂之色 他们怎么就没想到 这个跟他们坐在一起 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青年 竟然是一个大财主 大土豪 这人不知道什么来头啊 不清楚 如果是借王胜帝的 一般只要亮出身份 查清楚 就被当成上宾坐在上面了 这青年应该不是 也许是某个大人物单传弟子呢 如果那个大人物足够牛逼 这身份可不比上帝出身畅 否则如果只是个意外 得到大机缘的小人物 那就危险了 周围的年轻俊杰 用真元传音私下议论 对林明的身份充满了好奇 这位客人 不知您是否需要换个座位啊 香香公主对林明客气的说道 显然是想把林明换到上方的位置 林明摇了摇头 不用了 那好 您请自便 下一件拍卖品 香香说话间 已经打开了第二个盒子 这是一个五尺多长的木匣 打开后 里边出现了一柄剑 四尺剑身 寒光森森 赫然是通天圣器 没有气灵的灵气 就是通天圣器 威力比灵气差了不少 可比极品圣器呢 又高了许多 最重要的是 这种武器 如果是神海强者中的绝顶天才 凭借自己体内微弱的世界之力 已经可以驱使了 不像灵气 只有神变境的天才才能用 好东西啊 我正好也用剑 比不了那些有钱人用灵气啊 有件通天圣器也不错 至少在武器硬度上 不输对方啊 是啊 在普通座位席上 许多年轻俊杰开始摩拳擦掌 过了第一次拍卖后 拍卖品的品质果然降下来了 否则他们根本就没得买 这把通天圣器宝剑 底价八千万 出价的都是普通家族弟子 最终被人以一亿六千万的价格买走了 接下来这一件件拍卖品往上乘 价格基本不超两亿 受众呢 是那些出身普通的年轻俊杰 当然这个所谓的出身普通 其实也是圣地宗门 或者修武大家族 这些东西对林明等人作用不大 林明几乎就没再交个价 而那些借王圣地的天才们 也都在扬精蓄锐 随着一件件物品被卖掉 拍卖会终于逼近了尾声 香香公主走上前台 用动听而有激昂的语气说道 经过三天的拍卖 数千件拍卖品已经全部被买走 无一流拍 接下来就是拍卖会最后的高潮 拍卖最后的压轴物品 第一件压轴物品 也是所有物品最珍贵的一件 大千世界单 现在开始竞拍 压轴物品 一共十件 最珍贵的大千世界单 第一个拍卖 而不是排最后才拍 这是为了让在场年轻 俊杰没有丝毫顾忌出手竞争 否则总会有人惦记这个大千世界单 拍卖其他东西 不敢全力出手 大千世界单一出 所有人都处于资金 最充裕的状态 可以全力以赴 如果拍不到 那就绝了念想了 到时候再买其他东西 更会破釜沉舟 否则就一无所获了 不得不说 这样的安排 能让所有的物品价值最大化 也能保证年轻俊杰 彼此竞争的绝对公平 开始了 戏肉来了 我等了三天 就是为了等着最后的大千世界单 他娘子之前我都快睡着了 在高层尊位 各大戒王级圣帝出身的年轻俊杰 都是摩拳擦掌 他们身边还有诸多戒王级圣帝的长老 在为他们压阵 其中不乏圣主巅峰的高手 在圣武府这边 一个魁梧的青年摸着自己的须蜜剑 宛如抚摸自己最真爱的女人 毫无疑问 这须蜜剑里蕴含了巨额的财富 这个魁梧青年 就是圣武府三杰中的圣天号 而在他旁边 一头红发的圣月平栏洋洋的说道 大哥 咱们兄弟间就甭争了啊 这大千世界单 咱们合力买下来 再谈分配啊 同是圣武府出身的天才 他们之间平时虽然算不上和睦 可这个时候自然会一气相连 说的不错 我们还有三妹联手 一定要拿下这枚大千世界单 这是场硬仗啊 其实不管几个人联手 圣武府三杰身后都不过是个戒王圣帝而已 他们的优势并不大 在他们身前就有好几个戒王级圣帝势力的弟子 就比如刚才那位 中文书 此时 中文书已经彻彻底底收敛他之前玩世不公的神态 眼睛一眨不眨盯着香香公主身前的玉盒 宛如一条盯住猎物的毒蛇 他本人是神海初期修为 得到大千世界单 闭关修炼三个月 稍稍调整一下时间流速 突破神海中期 板上钉钉 而且体内世界会更加稳固 可以在第一会晤中取得更优秀的成绩 这对他日后在宗门中的发展极有好处 这大千世界单 我势在必得 中文书在心中呐喊 而至于下方普通的弟子 通通都变看戏的 这是大财主们的血拼 不过他们虽然不能参与 可心中充满期待 都等着看这价格到底飙到什么程度 一枚大千世界单 必须得要有戒心石做主材料炼制 而戒心石要一方大千世界 寿命到了自然崩溃后才能得到 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而且想要炼制绝非意识 必须得大戒戒王级炼单时出手 这样的弹药 哪怕在平时都是有价无事 现在临近第一会晤 更是价值难以估量 这普通人都会有种心理 那就是自己买不起的高价物品 即便跟自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却也迫切想看它能卖出个天价 这样也能多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可以吹嘘一番 不知道能卖出多少 不知道 看吧 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价格 在大千世界单拍卖开始之前 香香公主足足停留了半炷香的功夫 才慢悠悠的打开大千世界单的浴盒 这浴盒一开 一枚浑原的丹药竟直接跳了出来 它通体翠绿 丹药主体是半透明的 中间仿佛封印了一个精灵 左突右冲 仿佛是活的一样 不过在浴盒上方 有个特殊的阵法 只要这丹药一冲出来 就会撞到阵法上 而后金色繁文一闪 丹药就被弹开了 发出丝丝的声音 兼有能量的光辉射出 如同片片霞光 每一波胜收 果然是大千世界单 木千雪在《临明精神之海》中说道 显然这丹药它见识过 而其他人 哪怕是借王圣地的年轻俊杰 也是第一次见词丹 原来这就是大千世界单 简直跟活的一样 不可思议 是啊 不愧是号称仅次于无上神丹的绝品丹药 如此气息 浮下去这好处可想而知 是啊 香香公主 把整个玉盒端起来 通过阵盘投影 扩大成千上万倍 清清楚楚的呈现在众人面前 他说道 大家看到这丹药中的小生灵了吗 那是世界之灵 传说它是一个世界的灵魂 当然这只是传说 不过大千世界用戒心石炼制 如果真的能够孕育出世界的灵魂 也不是让人意外的事 大家说是吗 这枚丹药 对凝聚体内世界的神海 神变强者都大有作用 现在开始起拍 底架 香香公主说到这 猛的一顿 然后拉长了声音 底架 领 领底架 在场年轻俊杰呆了一下 面面相去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竟会是领底架 不过不管什么样的底架 在这样的竞拍中都没有意义 最后这个大千世界丹的价值 肯定会吵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零底架 让人心中失去标持 这样出价起来会更加夸张 在尊卫席上 一个借王圣地的长老缓缓说道 因为大千世界丹平时就绝少 偶尔发生的交易 价格都很难被人知晓 而且不同的交易相差极大 并无普遍性 所以真的问这大千世界丹的价格 好多人说不准 这种情况下 如果拍卖行标出个底价 那么人们潜意识就会觉得 这底价是大千世界丹 在平常日子出售的价格 如果这一次拍卖会 最终成交价翻出几倍 就会有人觉得 这多出的钱就是个冤 这就会让人买的心里不舒服 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最终成交价 可反过来 拍卖会底价标的太高 又会让人一开始产生畏惧心理 不怎么敢出价 导致现场冷冷清清 价格不适合 让最终价格也攀不到巅峰 所以干脆零价 零底价 让一些身家不富裕的顶尖年轻俊杰 都跃跃欲试 虽然他们也知道 以自己的身家 不可能得到这大千世界丹 可在一开始的时候 去装一回逼 日后也能说自己 好歹参加过大千世界丹的竞牌啊 其中几个年轻俊杰刚准备开口叫嫁 而就在这时 在平民席上 一个名不见经传 从头到尾没说过话的红斗里女子叫道 一千亿 一千亿 直接切断了许多人出嫁的机会 他们总财产 连这个出嫁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而且这个女子还坐在平民席上 如此说他多半不是戒王级圣帝的弟子 哪冒出来的 好家伙 一上来就一千亿啊 江宇擦了一把脖子上的汗 他已经知道了 林明前些天大肆筹集资金 就是为了竞拍最后几件压轴品 可林明究竟准备了多少钱 江宇不知道 如果一上来就一千亿 最终价格恐怕得翻几个十几二十倍啊 林明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林明看了一眼那个头戴斗笠的女子 她的声音可不怎么柔美 反而有几分沙哑 斗笠上蒙着红色纱金 虽然是薄薄一层吧 可纱金上仿佛有某种奇异的能量 让人根本看不清容貌 这女子哪来的 两千亿 在圣武府一方 圣月平举起自己手中欲剑 他一头红发在人群中格外耀眼 两千五百亿 三千亿 三千六百亿 价格不断攀升 几乎是这边话音刚落 那边又有出价的 这让在场年轻俊杰目瞪口呆 对他们而言 这样一笔巨款 已经有些难以想象了 就在这时 一个张扬的声音喊道 一万亿 这一声喊出来 在场普通家族出身的年轻俊杰 都是一致啊 一万亿 也就是一兆 这种数字 除了用来形容一个大界的人口数量 平时基本用不到 不过一万亿 根本就没阻碍那些圣地天才的竞争热情 这时候 中文书站了起来 先看了香香公主一眼 继而又看了林明一眼 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和胜利的笑容 玄机他举起了手中的预检牌道 两万亿 好家伙又翻一番 江宇吞了口口水 想想他借给林明的一千五百亿紫阳石 塞压缝都不够 那可是他全部身家呀 他感觉自己已经是气运冲天了 遇到一份自以为是的天大机缘 可是跟这些真正的大财主比起来 那就是笑话 江宇瞥了林明一眼 发现林明神态依旧镇定 没什么慌乱 这让江宇有些意外 林明还这么镇定啊 这就到两万亿了 他难道还真敢出价啊 两万三千亿 圣武府的圣天号 平静举起预检牌 刷新了中文书的叫价 嗯 中文书眉头一皱 冷眼看向叫价的方向 正遇到圣天号毫不客气的和中文书对视 两人都出自圣地之势力 谁也不怕谁 好 那就逗一逗 两万五千亿 中文书又喊出一个价 对圣天号圣月平这些有靠山的人 他没辙 只能拼财力 两万五千亿了 还有更高的价格吗 拍卖台上 香香公主激情说道 能主持这样的拍卖会 他也很高兴啊 很兴奋呢 而就在这时林明站起来了 他是除了斗笠女子之外 第二个坐在平民席 还能跟借王圣地天才争的人 不过因为林明是这九俏灵精的竞牌 在场人基本都认得他 林明这一起身 顿时可吸引了附近许多人的目光 而中文书也是身体一谈 从原本懒洋洋的姿态一下坐直 他看向林明眼中寒芒闪动 三万亿 林明一字一顿说道 而后坦然坐了下来 这次交加 顿时让包括江雨在内的诸多年轻俊杰 全都惊呆了 我的娘啊 宝宝害怕呀 之前林明拍下九俏灵精 也就花费一百七十亿 虽然惊人可还能让人接受我 可这一次 好吗 整整三万亿 林明如果出身借王圣地 为什么不做尊卫席 一下子亮出借王圣地弟子身份来 得到何时就做尊卫席 也能避免很多麻烦 否则他一个平民席的年轻俊杰 这么叫价可太扎眼了 恐怕日后一旦出了远古帝都 那得乌央乌央无数人都得盯上他呀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可不管怎么说 林明这一把算是举世瞩目 一个疑似出身普通的弟子 拿出了三万亿的巨块 这小子 中文书嘴角抽动了一下 他原本以为林明也就在最开始的时候 嘚瑟几下 没想到他竟然有能力竞争最后的重宝 再加上第一次竞拍 他输给林明 无疑狠狠抽了他的脸了 这个小子身上必然有秘密 一定要调查清楚 中文书对身边老者说道 不光中文书 包括圣武府三杰在那其他弟子 也注意到了林明 不过在浩大的神域 想要彻底查清一个人的底细 可也不是件容易事 中文书正于在交价 而就在这时 和林明同时在平民席上的 那个戴斗笠的女子 第二次站起身 用略显低沉沙哑的声音道 三万三千亿 什么 这一次开口 顿时在场诸多客人目瞪口呆 一个林明已经够意外了 这个斗笠女子 竟然也有数万亿的身价 这世道怎么的了这是 所有人都注视着那个斗笠女子 因为对方的红纱有特殊阵法 光凭肉眼 根本看不清女子